古巴陷入了电力危机 18号全国大停电 超过一千万人受到影响 首都哈瓦那几乎瘫痪 主要的原因就是老旧的发电厂故障 再加上燃料短缺 当局取消所有非必要的政府服务 娱乐还有文化活动也必须要暂停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供电 目前还没有时间表 古巴首都哈瓦那 18号的夜晚一片漆黑 只能靠着过往的车辆照亮四周 古巴电网全面瘫痪 受灾人口超过一千万 冰箱里的食物等着坏掉 路口的红绿灯停止运作 只能借由人力指挥交通 还有民众讽刺地说 自己可以在海里洗澡 好好发挥一下生存本能 如果灯掉了 我们可以睡在玻璃 洗澡就像那些人 没有事 古巴先前财经历 连续数周的长时间断电 总理17号宣布 全国进入能源紧急状态 不料隔天 古巴最大的发电厂 无预警停机 已经缺水缺粮缺药缺燃料的古巴 现在又遇上全国大停电 当局紧急宣布 只有国营的食品和医疗产业 维持正常上班 其他所有非必要政府服务都取消 各级学校至少停课到20号 所有娱乐和文化活动 抢制些业 优先保障家庭用电 不过在老旧发电厂 未能获得妥善维护 以及燃料缺乏 无法改善前 缺电危机如影随形 刘荣伟编译